背对的壮阔的青山 这里是台湾观光技术学院的花莲兽丰校区 110年停招之后 校地已经移交给空中大学使用 这次借给无法回到山上的西宝国小师生上课 第一次看见超大的校园及宿舍 小朋友们都很开心 我很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的生态很好 跟西宝国小一样有很多昆虫 跟我们西宝国小一样漂亮 而且很大 我觉得在这里生哥很好 位在中横公路旁的西宝国小 是全台湾第一座的公立森林实验小学 因为0403地震连外公路中断 地震之后师生们暂时安置在山下的富士国小 但是开学之后 两校师生担心合并上课空间是个问题 也怕造成相互之间的干扰 因此才会向空大来借用校区使用 那这地方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其他单位在使用的 那空大这边也非常的就是帮忙 帮我们整理非常多的教室的空间 宿舍的环境 甚至餐厅厨房让我们免费的使用 所以整个环境就有类似我们当时住在西宝的时候的学习环境 西宝国小的学生共有46人 老师教职员12人 上课的环境从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上来到了平地 生态也从峡谷变成了重谷 不只是学生们感到好奇 在教学上老师们也有新的方向 换了环境之后 那个内涵的变质是素材 就学习素材能够转换成现在所有的在地资源 那我想跟西宝的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我发觉他们对于课程设计跟对孩子的那个热忱是很足够的 现在虽然暂时搬迁到了山下 西宝国小校方表示 期待综合公路修复完成 未来的一年后有机会再回到山上 人间新闻我们想要在花莲的采访报道